我覺得還有一個馬文君 真是挖洞給自己跳耶 他自己沒事在臉書上 就寫說 這幾年人民啊 這個都變窮了 只有誰變有錢 這是要留言給人家泡我的嗎 我覺得很誇張耶 下面的留言整個嗆爆他 就說 你出賣台灣應該賺很多 希望快可以住豪華莊園 這現在是在炫復嗎 還知道你在炫復嗎 你看下面滿滿滿滿的留言 那我覺得他不只挖洞給自己跳 他還獻他自己的同仁於不義 馬上網友哏圖出來 全部都是你的同僚 你覺得要選立委想說 沒台沒錢再送我我家來 好不容易平息了一陣子 你不要在臉書PO就沒事了嗎 你PO了之後不再害了你自己 就全部馬上哏圖幫你做好 還有誰 你看你還在右下左下角 南投的馬家 台中的岩家 中和的張家 彰化的謝家 細紫的廖家 屏東的蘇家 說實在的 我覺得網友做的 是滿有道理的 請教一下小玉姐 馬文君就在臉書上面PO文說 這幾年人民都變窮了 只有誰變得有錢了呢 對 誰變得有錢了呢 一年可以花這個兩千萬元 大家也會覺得很奇怪 張志倫幹嘛 昨天政見發表會不來 之前不是都喜歡直球對決嗎 我先回答你這個問題好了 因為這個問題我剛剛也想了很久 張志倫我先回答你 後來我就去臉書上找了一圈 哎喲網友解惑了啦 去幹嘛 收租啦 收租 收租不行啦 中和有300多筆土地 一筆一筆收 不行啦 誰呀 他是土地的主人耶 土地的主人幹嘛 要來跟你們這些人報告呢 那就要找那個 像星光人獸這樣 整個外包出去就好 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沒有你不懂 就是這種少的收租的財膽 有錢人的幸福就對了 對 收現金的感覺 所以他 這個當時那個網友很痠 就说他去搜租 可是确实啊 就是说这种公办证件发表会 是你唯一 就是说可以跟这个选民交代 你的这个证件 好好地让你讲述证件的机会 那当然了 我们知道说最近大家 还有收到那个证件发 证件的那个文 投票的时候都会有 选举公告 但是事实上 我觉得每个机会 都不应该放过 尤其张志伦 很少人会听到说 你到底对中和 你有什么样的证件 所以证件发表会 你的对手都去了 那为什么嘟嘟你不去 你是没有证件 还是怎么样 你知道网友就写得很贴切啊 大家就说 认识张志伦 就知道他是妈宝啦 就算他当选的话 也都是什么 其实是妈妈在那边操控 那针对这些事情 你看如果说 你不出来做公开的证件说明 是不是又坐实人家就说 都是妈妈在帮你操盘 或是干嘛的 所以现在大家不太知道 你讲到张志伦 你会想到什么 就是想到他呛无针啊 说什么综合人 没资产不算综合人 你基本上都会 通通都会想到负面新闻 然后呢你也没有 你看刚刚李正浩还在爆料 他说你选前有会选的疑虑 那事实上要是我的话 我就觉得我会去证件发表会上 至少我有一个证件 幕僚会帮我剪下来 我觉得我就是有一个正面表述 代表说我都不是 你们讲的这些人 我是有证件的 你要正面回籍嘛 结果你看刚刚讲到 他会选这件事情 张志伦自己本人在讲什么 他说还要再去了解一下 你还要再去了解一下 说实在我觉得这个 超不及不尊重选民 你看今天啊 侯友宜来帮他站台 他马上就跑去 然后呢昨天证件发表会 他就不去 那到底谁还是你的 这个主人呢 这头家是 你心中只有侯友宜 还是说这是你的选民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就是高下立判 回过头来 这个张志伦不去 留给人家画饼 我觉得还有一个马文君 真是挖洞给自己跳 对 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他自己没事在脸书上 就写说 哎呀这八年啊 这几年人民啊 这个都变穷了 只有谁变有钱 废话你写 这就是我第一个直觉反应 不就马文君你自己吗 这是要留言给人家炮的吧 我觉得 对啊 我就说这种 很夸张 你怎么自己挖洞给自己跳 对 然后你看 这个 我下面的留言 整个呛爆他 整个真的呛爆 就说就你啊 马文君啊 你出卖台湾应该赚很多 七万块可以住豪华庄园 这现在是在炫富吗 还说你在炫富吗 你看下面满满满满的留言啊 那我觉得他不只挖洞给自己跳 他还陷他自己的同仁于不义 马上 网友梗涂出来 全部都是你的同僚 所以我就说你真的是 这个你是开地址 你会想说没台没仅 还送我我家来 好不容易平息了一阵子 你不要在脸书po不就没事了吗 你po了之后 不再害了你自己 就全部马上梗涂帮你做好 还有谁 你看你还在右下 左下角 南投的马家 台中的炎家 中和的张家 彰化的谢家 细子的廖家 屏东的苏家 说实在的 我觉得网友做的是蛮有道理的 你看哪一个不是豪宅 哪个不是 你看南投的马家七万块 住那个豪华庄园 有没有 台中的炎家 这个不用讲了 去年讲了一整年了 中和的张家 这次还在讲这件事情 彰化的谢家 这个我真的 我要提一下 我到现在 还没有人可以给我解答 他们家明明 就是他弟弟 他弟弟 那个 谢一凤的弟弟 他不是谢典玲 他议长不用住自己家 他家扣除他 然后他爸爸妈妈 然后他为什么要住七百坪 那我都觉得说 管人家我想 他那边开高尔富球车不行 那你要去看你爸妈 那你还可能要骑小孩 他要住高尔富球车 对啊 高尔富球车要弄比较快 左边到右边 好啦 这是平庸限制我们的想象 他那个七百坪 我都觉得说你打扫要怎么扫 也不用自己扫 所以我就觉得说 天哪 而且是台塘的土地 那还有细子的廖家 这个目前为止 梦仁 对对对 他的那个停车场 不知道拆完了没 那大家还有屏东的书家 南通马家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开村第一炮 最好笑的是 你自己不但挖洞 给自己跳 你还这个献同人于不义 那最后讲到张志伦 我刚刚讲说那个会选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确实 真的觉得蛮罕见的 因为尤其现在在选举 我们说三十块 大家还在研究三十块 合不合时宜 他直接超标了 到一万八两万六 你最小的红包是三千块 那这种东西也是挖洞 给自己跳 那坦白讲 这些事情你是真的不了解吗 你自己在发红包的时候 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爸爸也会跟你讲 妈妈也会跟你讲 对啊 你爸爸是 我们讲的就是说 过去都是这样做的 你就继续下去就好了 为什么要发脸书呢 你干嘛剖脸书呢 这种东西 我们为善不欲人知 不是要偷偷做吗 所以这个就是把证据直接公开 现在刚刚李正浩讲的 就是说你完全都不用去搜证 然后现在就直接脸书截图 就可以检举了 最后我要讲了 而且李正浩说 这个是有人去 就是这个匿名检举 而且他还有一个那个 那什么会选名册 连会选名册都有了 就代表说 这个人是有藏一手的 代表说未来如果说 真的检掉要去调查的话 这个人未来会出来做这个 我蛮好奇的 李正浩是用色诱吗 这个人为什么会把资料给李正浩 好奇怪哦 我们要抠 你要学侯友仪吗 抠后李正浩 还是要删去吧 还是什么 真的不晓得 好 但要请教朗东 因为你看哦 马云君讲出这一句话 哇 真像小玉姐讲的 现很多同仁于不义 那很多同仁呢 刚好昨天都证监发表会 刚好都没来 张志伦没来 然后觉得第二轮之后就没有来了 那谢一凤也缺席证监会哦 那大家都觉得说奇怪 直求对决机会 为什么你们这些大家族的人 不是要选立委吗 怎么都不出来 谢一凤跟张志伦都有排演过 想说这十分钟 能不能用咳嗽给带过去 结果发现说 这个咳嗽要咳十分钟 真的太难了 因为柯文哲只咳三十秒 他们要咳十分钟很难 那为什么要十分钟要咳过去呢 理论上他们可以讲自己的证件 但是证件会上面 如果他们出席的时候 媒体一定会访问他 会堵麦 然后他对手一定会去问他 例如说谢一凤 他就会被问到说 那你财商的土地是怎么买的 买多少钱 用什么名义 为什么没有公开标售 为什么我们现在不 为什么那六百亭的土地 全部盖你家的房子 为什么没有这些事情 谢一凤他没有办法去回答 所以他就要缺席这个证件会 包含张志伦 其实他证件会缺席是昨天 他今天如果是今天他根本也不会去 因为今天爆出他 他这个所谓的会选的事情 可是光是昨天 他也没有办法去回答说 为什么他家在这个中和 有这么多笔的土地 那些土地是怎么来的 所以他们只要使用一种 这个逃避的方式去面对 那所以网友也在 哭手这件事情 因为最近赖萧配影片 在路上很红 所以就看到赖萧 在这边参观 猴猪公 弄了这个功夫的电影里面 这个合成 编成是侯友宜在这边 一年一千多万这个收益 还看到了这个柯文哲 第二个真是超坏 柯文哲这个农地上面 有黄瓜张背着柯文哲的 一个大气球 这边看 这都是几亿几亿在那边跑 这更不得了 依奉百货 这个你看这么华丽 刚才讲到说 里面这么大 是不是要用高尔夫球车 或者是电动滑板车 才有办法移动 这些依奉的这个房子 然后再参观到这个马文君 非常精美的这个森林中的这个木屋 所以马文君 他在八个小时前 泼这边 这几年 人民都变穷 只有谁变有钱了 两千四百四十九则 这个留言 然后里面绝诧部分 都在讲 就是马文君你 就是你变有钱 而且不止马文君 歇一凤盖这个房子 是不是变有钱了 柯文这个土地 可以动游览车 是不是变有钱了 侯友宜 他也变有钱了 可是你回过来去看 目前国民党 他去针对民进党 所做出来这些攻击 都质疑 完全都没有这些具体的证据 他有办法指出 蔡英文任何一座房产违建 或者是造成这种不法取责 或者是有用特权 取得土地的事情吗 你说没有嘛 张志文这件事情 我最后去讲 而是说 他这个就陷人家于不义 为什么 因为公益劝募这件事情 必须要申请登记 然后我去查过 什么举西社区 什么举东社区活动 等等都没有申请 如果他用一个基金会的名义呢 首先他如果办这个活动 是要公开跟他募款的 他必须向卫福部的公益 券募那边申请一个字号 才能做 不然罚二十万 所以这些我查过 都没有申请 第二 如果他直接捐给这个协会的 也可以 可是这个协会 就必须有开立收据之外 还有完整的报帐 是说 那我收到这笔公益的这个钱 我用在哪一些公益上面 要不然你不用做这些做 张志文是会计师 他很了 这些他一定都知道 他现在马上公开 他现在马上公开说 他是每一笔 到底在哪里 然后请这些协会们 也公开说 他就是做公益 最后要讲 那人家婚礼是算什么公益 我结婚 然后他送两万多块钱 这个红包 这到底公益在哪里 如果这个算公益的话 他现在看到我们 每个人都发两万块 就说做公益 做公益 散财重启 这也就变合法吗 所以我觉得 他是完完全全 是把所谓的这个黑金跟慈善 颠倒起来 一起来谈了 那所谓的这个综合大战人 在那个车上面 表情非常凝重 因为他想说 这车开着开着 会不会开去储城 我觉得因为在隔一条街 就是组成监狱了 会不会去 主人间看守所 那边就开过去了 他现在内心是非常担忧 所以在这边就呼吁是说 当国民党一直要主打什么 特征组 主打扫胚的时候 侯友宜 他就站在一个 涉嫌会选的人 那个旁边 然后还说什么 给你当靠山 用这个方式 去帮他去服选 完全忽略了 他们自己的 这就是这么多 从政这些人士 这个不算 这蓝白盒不算 这个 他本人 谢一凤跟马文君 所涉嫌的一些 违法开发阻地的事实